两天我看到不少网友都在问 说瑞虎8发动机舱盖被一拳打了个凹痕 是不是皮太薄质量不好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其他的车怎么样 首先来看这台瑞虎8 其实还是挺硬的 不是很软 我们现在再看看其他的车 这是一台本田 本田我们看一下 这个明显更软 你看到没 这个明显更软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台 这个现代的轿车 看一下 这个感觉 这个手感比刚才那台 本田稍微硬一点 但比瑞虎要稍微软一点 这个很软 这个硬 这个怎么这么硬 保时捷 试一下 这个挺硬的 那你可能要问了 这个到底是软一点好 还是硬一点好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不软不硬是最好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如果开车的时候撞到一个行人 他可能会 头会撞到发动机舱杆 所以他的硬度应该是最好的状态 就是能够让你的头撞到上面之后 有一个缓冲 但是又不会软到碰到里面的发动机 这样的话 最大程度上去保护行人的生命安全 所以 现在这个项目也是全球范围内的碰撞测试 都会去测的一个项目 看看你的发动机舱杆 能不能有效的去保护行人 所以发动机舱杆上面一拳打了一个凹痕 并不代表它质量不好 如果它一点凹痕都没有 受伤的可能会是你的拳头